預備 潭天丼來拿 他們會有一個要求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自己咬 不可以 這飲料店有點賺 我沒有看到製作過程 我在裡面先幫你咬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冰塊 牛奶 跟潭天丼在這邊 可以喔 可以 可以到風華喔 安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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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拜拜 你還沒有付錢 яг慧 洗杯子 乾兤一點 不行啦 這樣子 如果我那個刷子洗了100個克 你覺得這樣乾淨嗎 這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對啊 你等一下幫我裝飲料的時候 幫我把杯子也洗一下嗎 洗杯子 洗乾淨一點啊 不行啊 為什麼 衛生問題啊 要幫我洗杯子的話 怎麼知道你人家喝的乾乾淨 我喝的拉肚子怎麼辦 你要負責嗎 要用你的杯子裝就好了 像你洗的現在可以很過分吧 如果我那個刷子洗了100個客人 每個都叫我洗 我還拿那個刷子幫你洗 你覺得這樣乾淨嗎 你可以拿一個新的刷子裝啊 因為我沒有新的拉 這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對啊 那我就說我用我的杯子幫你裝啊 我們基於第一個有衛生問題 第二個 這個本來就是 我們沒有在服務範圍內的東西 剛剛客人是拿杯子過來叫我們幫他刷是嗎 最近好像越來越多這種無理取鬧的客人 為什麼在賣茶 就是要讓客人來找茶嘛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幫我幫你比較多 幫我把杯子去洗最好 洗杯子 洗乾淨一點啊 不行啦 對嘛 衛生問題啊 你現在幫我洗杯子的話 怎麼知道你平時要有 欸老闆 有沒有大分 現在稍等一下下 再回來拿 欸現在人比較多 幫我現場等一下下好不好 欸那不用啊 沒有就客人想要等等回來拿 就給他等等回來拿就好啦 說明其妙 世界就你最聰明 他都在排隊的話 你就跟著一起排隊 如果你真的趕時間 可以下次來買 那當下的情況呢 這位客人呢 他是 哈囉 謝謝 老闆 兩個大分 兩個大的 好 現在稍等一下下 再回來拿 欸現在人比較多 幫我現場等一下下好不好 等一下要等多久啊 我們現在其實3到4分鐘就好了 你要不要等一下 3到4分鐘喔 那他不用了 他不用了 有 那是怎麼狀況啊 沒有就客人 想要等等回來拿 就給他等等回來拿就好啦 後面的人怎麼想 後面的人排隊排了半個小時 然後莫名其妙 一個人插進來說 欸 啊老闆我的東西好了嗎 莫名其妙 世界就你最聰明 你不用排隊 別人都是白癡 要在那邊排隊 他都在排隊的話 你就跟著一起排隊 如果你真的趕時間 可以下次再來買 或者等沒有 比較沒有人的時候 再回來買 客人點完餐 他能不能等等回來拿 如果一個人講你不對 你不一定是錯的 但是如果100個人說你不對 那你應該反省一下 自己是什麼問題 在影片中 我沒有表示清楚 所以他當下情況呢 這位客人呢 他是沒有在隊伍裡面排隊 直接插隊說 他想要直接點蝦餅 然後等等再回來拿 我會覺得 既然大家都在排隊了 那要等就一起等 那很多人問到 到底為什麼 不能等等再回來拿 我現在如果不忙的話 都是一定沒問題的 就算現場在排隊 你排隊排到 你音效要等等回來拿 也OK 但是如果現場人是比較多 正在排隊的 等等回來拿的 如果你離開的時間太久 我可能還是會優先給現場的客人 我會希望 回來拿的時候 到手的東西會是熱的 即便你回來拿的時候 還沒好 但我會優先把下一份蝦餅 會先給你 認真算起來 我們家蝦餅啊 炸的時間 不到5分鐘 外送員來到餐點店家 準備取餐 沒想到下一秒 店家告知外送員必須跟著餐點民眾一起排隊 當下外送員乖乖配合 不過有客人見狀後好心讓位子給外送員 讓他先行取餐 沒想到店家又再次開口要求男子不要插隊 外送員相當不滿 但事情還沒結束 我以為千萬名就沒取餐 如果是還要在現場 還要等 等了多久啊 大概有快10分鐘 外送員認為不僅取餐得排隊 就連餐點也是排完隊才開始製作 拖了不少時間 但店家人氣夯客人多也很無奈 我們都是現點現做 他們如果不排隊進來 這樣會很混亂 那難道我們不用顧及到現場的客人嗎 還是一樣嗎 有人支持店家做法 認為外送員一起排隊比較公平 但影片PO上網後立刻引起討論 有同樣是外送員同行聲援 認為太誇張 只不過店家取餐SOP真的太耗時 外送員見狀看法不盡相同 個人是不會去送的 就是很麻煩啊 因為每次去你都要等啊 他客人又很多 出來這邊接單的司機都習慣了 因為就是都會固定來這邊接的 外送員想拼單量薪水 才會跟著多就得節省取餐時間 不過業者人氣行排隊民眾也很多 因此有自己的規矩與考量 但究竟外送員該不會跟客人一起排隊 仍先起討論 東線新聞 孫正榮 黃金元 林英州在新竹報導 假日的百貨公司機車停車場 買到爆冠王街的車主要離開時 車上被貼了紙條 就是好像停錯車格了對不對 是不是 原來他們是停到了外送員的停車區 被百貨公司的保全貼了通知單 還有外送員實在受不了在危險的機車上放了交通錐 就有民眾PO出這輛機車因為亂停到外送員的車位 被人拿交通錐包圍起來 算一算有六個交通錐圍住他 要停車的人知道別佔用外送員的位置 架子都這樣喔 對 他感覺很困難嗎 對啊 所以這都是你們外送專用的嗎 對啊 你沒看到外送的 老司機都不太喜歡下 因為找位置都找很久 假日的時候特別嚴重 對啊 假日一下雨天幾乎不太會下 保全也是自知不理 是喔 剛剛一個保全老就問他說 你們可以找別的地方停 不用一定要停這邊 外送員對專用停車位被一般顧客圍停 無奈又生氣 埋怨百貨公司也不理 而接著到了另一間百貨公司 這裡的顧客沒有那麼多 佔用外送機車位的情形就比較少 百貨公司因為尊重顧客 對違規佔用外送車位的顧客 不會強制移車 但是對分秒必爭的外送員來說 送餐時看著車位被占用沒有地方停 真的會心好累 動森新聞洪寶欽在高雄報導 本來就特別浪費時間還要送上去 那你可以去當你很了解 你們在兇什麼 你們憑什麼跟我大小聲 你也憑在 你是送哪一道哪一道的幾號幾樓 我要控制作戶 你控制啊 我就是希望他給我付品以後別再接到他單 外送員送餐卻與社區管理員發聲口罩 他PO出這段他錄下的影片 48在新北市板橋這處大型社區 我們看到有張鐵社區內進行機車 因此當時外送員抵達之後 將機車停在外頭 並且提著餐點進到社區的大廳中庭 但是當時他就表明 因為客戶要求他送上十幾樓 他拒絕跟管理人員發聲口罩 外送員PO文強調又沒有加錢 憑什麼送上去十幾樓 認為來回起碼十幾分鐘 都能夠再跑一趟短程的單 難道自己的時間就不是時間嗎 他說自己當然沒有義務 接受這樣無理要求 送外賣是為了賺錢不是做慈善 對此我們也求證當時社區 當天在場的四名管理員們 他們強調當下只是想幫外送員換證 並協助告知從哪裡搭電梯上樓送餐 外送員卻一直嗆殺沒有加錢 憑什麼最後餐點就放著離開 管理人認為他們夾在中間 覺得很無奈但不願追究 我們會遵照客人指示吧 因為畢竟你做一個行業 你就要對這個行業有認知啊 多少還是會希望有爭取到啦 爬樓梯的話 像五樓還有六樓那種加蓋的話 其實還蠻累的 外送平台接受消費者要求外送員 將餐點送上樓 但是也明定如果外送員不接受 可以拒絕接單或是有其他考量 也可以聯繫客服協助處理